本文原创自雷信公众号 先来欣赏一下金月份的闹剧全过程 上午11点50 宁静突然发了一条火气十足的微博 不舔名路漫某艺人没规矩踩前拜 宁静没直接点名到信 到根据他微博的具体内容 我们能得出这个被骂艺人的信心如下 一、年纪不小了 拍过不少戏 不是刚出道的新人 二、一直不红 好作品不多 最近播出的新剧有点热度 三、宁静用演习攻略和如意阵来吵该艺人的作品 应该同类型的古装剧 四、又拉踩前辈宁静的行为 这条微博一出 自然引发了无数吃瓜群众才人民的热情 到底是哪个不长演的非著名演员一招得志 就被后踩宁静了 身为宁静现任老板的鱼妈自然也不甘落后 第一时间赶到了四B战场 于正七月份关上了宁静的旗下员工身份 公司官微也有PO宁静的工作形成和安排 延续攻略大爆后 鱼妈下一部带播的古装大戏 目前已经开始前期宣传了 也有宁静的出演 也就是说 两人的深度合作已经开始了 宁静有动静 身为老板的鱼妈参与感爆棚 一张嘴 就是个大料 鱼妈说 得罪静姐那个女艺人的戏压根不活 而且戏里虽然有笑装 但该艺人演的角色和胡静是同一个 M你丑丑 线索给的这么明 真是想装不知道多难忍 杜若曦中枪了 杜若曦是言宽的妻子 她两夫妻当演出的新剧 苏默儿传奇正在播出中 先不替杜若曦的颜值 演大女主实在有点虐 就这不经公戏说的剧情而言 和前作相比也是欲发的雷人了 苏默儿在剧里 成了眼牙笑装的玛丽苏大女主 人人都爱她 但剧情雷或雷不重要 重要的 线索依依和杜若曦对上了 她的情绪壮临静演过的效忠秘史 扮演的角色是苏默儿 胡静也演过这个角色 符合鱼妈嘴里的要比也是和胡静比 眼看嫌疑人基本锁定了杜若曦 拉采罪名被盖章 急得严宽也现身宁静微博评论去护期了 严宽否认是杜若曦干的后 于正山出了第一条评论 随即又给出了第二个说法 她知道真凶是谁了 不是杜若曦 也不是自家演员 是别人公司的一员 说这话时 不作样不能活的鱼妈还顺带嘲讽了一把 曾经直接埃特黄逸斯逼的火事业 带了一下五度若曦节奏 被鱼妈还甩过工作人员舞蹈了自己 就在吃瓜群中没有继续猜测到底是谁时 酝酿了一个小时的鱼妈又给出了终极答案 这个答案 真是让我很想爆粗口 鱼妈说 宁静原本以为烟桃花钱 找公众号踩宁静吹自己 所以在微博上怒骂了烟桃 紧接着工作人员告诉她是宁静骂的是杜若曦 她就在微博公开发了 没想到结果不是杜若曦 而且 樱桃也是无辜躺枪的 如今杜若曦已经大度原谅了她 烟桃也给她解释了缘由 一切都是误会 一切都解决了 过去了 鱼妈还晒出了三张图 分别是杜若曦原谅 她的微信聊天记录 和樱桃工作人员的微信沟通记录 以及造成撕鼻事件发生的文章的片段截图 看完我真的吃一脸猛冰满脸茫然 Excuse me 这故事走向何结局 要么是斗我完 要么是故意侮辱我的智商 先不说宁静和鱼妈这对好搭档 在事情完全没弄清楚的情况下 净凭一篇自媒体文章和大方面猜测 就在公众平台大阵仗的瞎闹了一番 烟桃杜若曦哥哥被骂 霍姿燕都被烧带着拿出来讨了个枪 就从羽毛截图的那篇引发误会的文章内容看 也完全找不到 明清觉得自己被樱桃拉踩欺负的点啊 虽然标题写的是烟桃 但截图里具体比较的对象不是明清和蒋文绿貌 再者说39岁的烟桃虽然也演过不少雷剧 但在电视圈拿得出手的作品不少 近几年演技也很受认可 荣誉满载的拿下了时候大满贯 宁静吗 虽然不能跟巅峰期的宁静比 但也虽红了不少年了 和宁静口中那个 年纪一大半却叫不出几部作品 那胡卡相差也太远了 再加上截止到目前 宁静却依然没删除 她那篇轻风血雨的微博 余猫给出的一切都是误会 世界依然没好 的解释很没说服力啊 我等着看宁静 会不会再给图下半场后续 和余妈一路爆料板转的身操作相得一样的事 事情沸沸扬扬的闹了一整天 不少女明星都被冒被牵扯了 可作为死逼战发起人的宁静倒是灵气盛品 电话不通了 宁静的粉丝则是在评论区里疯狂吹起了彩虹系 女明星里最佩服的就是宁静 更直 还有粉丝趁机阿丽宁静和余妈即将播出的新戏 讲真 这很难不让人误会一切 都是为了新戏宣传啊 真性情 是个特别好用的万灵单 一旦观众接受了你大咧咧 敢爱敢恨的真性情人设 那基本上就有了免死金牌和美化力竞 夜神如此 张雨气如此 宁静亦如此 前两位我们巴过很多次 宁静这次也稍微说几句 不论从前的宝藏过往 就这两年 宁静的诸多言论 就很让跌破眼镜啊 他说郑爽演技特别好 而且他还年轻 那他和三十多岁的演员比是一种不公平 爱护年轻演员是对的 但对初到九年已经二十七岁的郑爽 有点演技上的要求也算苛苛吗 他还说 AB的演技也非常好 没有任何问题 抠图不怪他 因为他太红了 投资方们都需要他 所以抠图在所难免 如果资方愿意给我三个亿 随便抠图 我很乐意配合 很多朋友说讲出真心话的宁静特别耿直 但仔细想想 一个标榜演技 重视好作品和实际 看不起乌糟拉他炒作的耿直性女艺人 会说出这些言论 我依然觉得吃惊啊 没演技的可以吹 抠图的可以理解 给钱就可以配合糟蹋作品不尽限 这也能被夸的话 那还骂BABY们做什么 难道是因为嫉妒 宁静就急逃掉的啊 真是捡都捡不回来喽 娱乐是个缺 往我们不吹不黑讲道理 现在还骂BAB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